全球现场时间我们来关心的是美国又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了更多的重点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真容 好大家早上全球现场时间我们继续带您来关心美国周末发生了第二起大规模的枪击案 这次是在美西的南加州直郡有一间教堂侵船枪 而且造成有一个人死亡五人受伤 当地的警方办公室表示说周日下午就接户了日内网长老教会发生枪击案的通报 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就逮捕了一名嫌犯 而这起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 而其中四个人是伤势蛮严重的犯案的动机 目前还在离清当中 而直郡这起枪击案发生的前一天 在美东的纽约州的水牛城14号发生了仇恨的犯罪大规模枪击事件 造成十个人死亡 美国宗拜登今天也在华府演说的时候 是谴责白人至上的主义跟仇恨犯罪 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我们仍然集中的事件 但已经决定了 但已经决定了 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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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宫稍早也证实说拜登将在美东时间周二要前往水牛城来探视被害人的家属 而另外当地的警方也表示说这一次在水牛城犯下大规模枪击案的这名18岁 青少年枪手詹德龙 其他在一年之前就曾经遭到警方给拘留 并接受心理评估 但是当时很快就遭到获释了 而这名凶贤当时被拘留的时候只有17岁 为什么被拘留呢 原因是因为当时他扬言要在高中毕业之后 会对家乡的一所高中来进行枪击 结果就遭到逮捕 但是当时是不到一天半后就被获释了 随后是接受了心理治疗 但没有想到现在居然犯下重大的枪击案 再关注的是俄乌交战进行到今天已经是第82天了 当然了 俄军还是持续在马力波这边的亚素钢铁厂来猛攻 虽然说这里头的平民已经撤离了 但是俄军持续对乌军最后的据点狂轰猛战 这最新的一段影片显示说 俄军他们是动用了一种发散式的燃烧弹 来打击钢铁厂 可以看到有满天的火花 这是当时还带着上千度的高温跟燃烧产生的毒气 其实对藏生在里头的乌克兰守军们 是非常严酷的考验 而马力波市政府也指控说 俄军他们是使用白铃带来攻击钢铁厂 但是俄军对此是没有回应的 而现在面对俄乌战争带来的这些安全疑虑 芬兰政府15号就宣布说 要放弃数十年来的中立地位 无视俄罗斯的威胁要申请加入北约 芬兰国会未来几天也会针对 这一项历史性的决定来展开辩论 预计会批准 芬兰下周也会正式向北约地建来提出申请 但是呢本来要加入北约还是需要 北约其他个三十个成员国要一致同意 所以才有办法入会 那么这个入会过程可能会耗时数月 Tasavallan presidentin ja hallituksen ulkopoliittinen valiokunta ovat yhdessä linjanneet, että Suomi eduskuntaan kuultuaan hakee NATO-jäsenyyttä Me saamme turvaa ja me myös jaamme sitä Itämeren alueelle koko puolustusliittoon 自由化,自由化,自由化 自由化,自由化 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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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着Russia 我们看着非常不同的 如我们看到 几几几月前 芬蘭表態想要加入北約更是拒絕以盧布來向俄羅斯購買天然氣 而現在芬蘭的媒體就報導說 俄羅斯可能會中斷對芬蘭天然氣的供應 來報復芬蘭打算加入北約的舉動 而一旦俄羅斯斷氣的話 當然對芬蘭的工業還有糧食 會造成是非常重大的問題 而其實現在針對芬蘭跟瑞典 有意願要加入北約議事 很多的北約成員國是沒有支持的 像是土耳其他們就表達了不支持 但現在沒有國務卿 布林肯15號的時候表示說 他有信心可以化解這些分歧 瑞典跟芬蘭一旦正式提出申請的話 兩國可以加入北約 特許臨時是一個場地 對談論的 是一個場地 對談論的 是一個場地 是一個場地 談論的任何討論 我們可能會有 我不想把 我們有所詳略的 我們曾經過 中間與其他國民主 或是在於 在芬蘭決定要遞交申請文件 現在瑞典也有動作了 瑞典的執政黨社會民主黨 也宣布支持加入北約之後 現在瑞典總理安德森 他就宣布說 將前往國會來尋求支持 並且會跟芬蘭一起申請加入北約 在納粹建立了安全保障 在納粹中 納粹會成為安全保障 在納粹中 納粹會成為納粹的安全保障 會和納粹支持納粹組織組織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深的物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坪數的 再來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